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郑鸿怡 嘿 和你最会来开港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度转世界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个贵宾 是新竹市长民进党籍的参选人 沈慧鸿 慧鸿你好 是 大家好 欢迎大哥 大家好 那现在是晚间 我们晚上是五点几两点 是 大家晚安 我是新竹慧鸿 沈慧鸿 现在在公园 我继续串头 好 这个选战你现在走这样 有走多久了 百几天 十三礼拜我 我没有看你精神好像不错了 人生怕到这样 大家 我们都看很多人 很多人看我一个人 我如果有一个软件 大家也会欢乐 所以我都打从心里愉快 好好面对一切的事情 我们就是比较遜面 哈哈哈 OK 也应该遜面了 因为最新的自由四伯的民调 我看你已经冲到第一名了 那么你赢高宏安 这个2.6个百分点 是 那 这个 林庚人剩下13%多 你有大概29% 是 然后高宏安26%左右 你怎么看这个民调 其实自参选到现在 所有民调有关关架架 当然在十岁 冲的时候 我们有首先一件的领先 其实所谓都很接近 这件的第一个 我觉得代表的一个意义 我虽然平常心看待 但是呢 我感觉路遥之马力 第二就是民众实在在在 知道什么人有在做工作 什么人有心 要拿的身体打拼 通常是面对危机 跟整个的协调和处理能力 还有整个领导城市 就是未来 可以走远处理的领导 我相信民众眼睛是雪亮的 当然 如果我们不能走过 因为 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解读 那 大家数字我都虚心接受 所以 我是想说 这个所谓 这个民调 因为我看亚太 中华亚太经营交流社会 也刚做 他10月切三公布 那 你是 这个 30.4 对 那 高宏安是27.3 对 然后林耕仁17.9 现在应该可以这样说 就是说 你跟高宏安之间 大概在互有领先 没想到 没想到 有10月切 那这几个民调看起来 其实 是没有忧欲 但是 我也知道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很多的市民 透过不同的管道 其实也都在跟我跟林志坚市长表示 就是 第一对过去买的党来 我们身体的政绩的认同 再来就是说 让我们建设的努力 其实是有点感受到 再来我这13星期已经提出 20个左右的政见主题 对 而且都是直播 很清楚就是跟大家说 我想要怎么做 有什么理由 要做到想到 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所以我也 从这些数字里面去感受到 第一个就是 民调是一个累积的趋势 那我想我还在 应该还有潜力继续拼 那也希望更多市民都有认同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 身体人越来越理性 他不要口号跟口水 他要政绩政策跟政见 因为又来进入深水区 大家要做什么 要怎么做 你有这个领力或是这个方法 你要告诉大家 你有这个领导力 不然市民选你 是希望你要 叫他们做会去打拼 还是带这些生机去打拼 你不能在关键时刻 可能我没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要逃避这个问题 还是说 这个过程中 人家会去看到 你要面对问题的能力 还是面对你市民的能力 尤其最近都有很多的 像这样放胎 还是一些硬便 这压力都是很大的事情 我八年以来 其实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情 是 那些民调里面我看到说 好像年轻人支持高宏安比较多 那么长辈支持你比较多 你觉得年轻人这部分 你要怎么突破 当然像我们年轻人很多 像第一竹科来这做工作 还是靠到我们青大交大 首屈学府来到这边的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 网路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 获知讯息的一个过程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要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 我是很多 遇到很多年轻人 他们说 他们希望在身体有更多的机会 第二就是青年住宅 育儿的问题 要成家立业 所以我们建议中亚安居 我们就有一堆社会住宅 在我们京国楼和延平楼 就是我当初开通的公道山附近 我们的住都中心 内政部和营建署 这堆就当天了 因为新的市 我上队就跟洪怡大哥说过 我没有什么土地 我要做什么公共建议 甚至我当时在做公道山的安置 要跟身体关闭土地 所以大家都在说 社会住宅 居住正义 所以我们这个青年的住宅 我们建议第一堆就当天640户 裡面的户型 大部分有土房 有两房 也有三房 这个裡面 我们市政府又把他拿到回馈 就是非营利幼儿园 年轻的生孩子 也要做他的神队友 还有日照中心 照顾我们的市大 所以青年住宅 少年的照顾到 日照 非营利幼儿园 长辈小孩也有照顾到 其实生理市 走到内政部 和住宅中心 还有三个基地 总共要去2500户 这座今天去中亚安居 今天去10天 他2025年会完工 是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就不是说阿拉丁神灯 插一插出来 许愿你就会得到 其实是很多事情 要叫中央协调 要叫很多人 像这个土地是国防部 要轻开放出来 也不简单 所以很多事情 中央地方的协调 还有民众的协调 他们到底我们去这一席 他们缺什么公共设施 这不是三言两句 对 我们就是有一些累积的政绩 一间一间来 所以 让我们的 在那些生活的人 有一个挖口 有一个认同 那年轻人当然 我们在创业的 还是青创 还是他们的 尤其大家都在跟我说 你交通 想要还要给我们设车 但是交通这个问题 在所有的大土地 其实都有改善的力道 但是改善的力道 要是抵不过说 你一直买车 所以我们提出要做轨道 但是轨道你也不可能衰有 所以这很多东西就是 累积累积 最后还会有成绩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然大家说他认同 因为 我们的交通政権 是12345加一个6 这个交通政権 我待会再请稿 高宏安他的长辈票好像少很多 有什么 其实中间 其实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民众党对于 这个长辈的福利的部分 当然在台北区 柯文座的台北区 对 从阳进老津贴这件事 也是闹得沸沸扬扬扬 当然对新的事来说 我们在财政纪律 严守的一个情形之下 过去的八年 我们也是行 后30年的借务 公用建设尽量 中央也有在合作 所以也会去争取 竞争型的预算 我们建设有在做 也有在行 结果我们将长辈 从阳进老津贴 每年的两千块 现在从阳进老津 已经快下去了 当然第一 相关的 长辈的照顾的部分 我们是很坚定的 告诉长辈 我们会继续 继续 但是也许有很多长辈 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 高候选人 一直都在地区消毒所 他会继续 但是这个是一个信任问题 因为民众党本身 到底对这些事情 他还发现一件 他说是为了长辈 隐私的问题 所以把它下架 但是那条政権 里面有说他要反 结果他从来也没有上架 长辈就会去想 这件事究竟不确定因素 所以很多事情 是高候选人 我们本身对自己的政権 可以扶持吗 对吧 你自己说的 或是你还要清晰 你牵着平衡的老门 对我来说 市民应该是我的老门 新竹市民才是我的老门 我的证件是 请问老门接不接受 所以这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但是长辈很多人 有这个不信任感 因为人是不能有一个 曾经这样 因为他第一点 叫深蓝势力的拥抱 也是尽人知道 因为许明才 他也是公开替他们 在辅选 郭民董的许明才 真因郭民董的市长 郭民董也支持 他选过三件市长 一件有当算 两件没当算 现在他在帮高风安 我们在帮忙他辅选 郭民董的许明才 在帮高风安 对 还有他们的谢文静议长 也是在帮他 那谢文静不是武党籍吗 当时是 他当时 2001百年 去市长林志坚市长 认算的时候 就是许明才 国民党籍 武党籍谢文静议长 还有民进党籍的 林志源指定 对 所以这些东西 就已经证明 说很多民众 尊敌林志坚 不尊敌他们两人 是 现在两人都在 高风安那边 哦 不止是林庚人 这些人 当来的事情 我就不了解 我们看到是这样 民众看到跟我们说 当然 已经在他们造势场 或是谁 我们也都赴到过 所以公开的跑场 我也赴到过 所以我是搞不清楚 大家的状况 但是看到的 民众看到的表象 就说 他们都站在一起 我们对我来说 什么人支持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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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市民支持的人 和是 十一月二日出现的人 嗯 所以对我来说 新的市民 要政界 要政策 是 要听我们说 什么东西 对不 孝参应自己 要说出来啊 孝参应自己 要做主啊 哦 那有人说 啊 现在 藍白 正在合作 哎 在新竹市 国民党是挺 啊 这个 高峰安 气 林庚人 在台北市是 保蒋万安 气 黄珊珊 你感觉有这个迹象吗 嗯 这当然来说 我不知道是 到底是 政治操作 还是有什么顺畅 因为不管是你说 卢秀燕前一天去听林庚人的场子 嗯 第二天叫姐妹装手牵手 对 啊 他又第一点书 拼命是说 他是唯一支持林庚人 嗯 那当然 蔣万安在 呃 我提到吴子佳 的事情里面 对 蔣万安突然就检讨被害人 嗯 我是问他说 你是听不懂吗 嗯 嗯 欸我是被害人 啊你有法律 欸 啊大家到底现在 选戚是 选到什么状况 嗯 我 你也看过去 我第一次选戚啊 嗯 我哪知道什么事情 是到底怎么一回事 嗯 是不是你们自己 本身到底有什么考虑 欸 大家人 人心隔度疲啦 嗯 我不会知道 那当然在整个 包含 上座啊 董事长开讲的时候 嗯 搞完全程在场 对吧 嗯 啊我们也说 现在最近看到 哎 像他15的造势 长河 嗯 可能好像像 尤其是15一天 第一天说大 嗯 也是很多人说 哎 哪像韩分比例出来 嗯 因为好像有一些 进行挺寒流的 对 啊 第一的场子出现 嗯 嗯 所以这 我是有力看法啦 嗯 但是是不是使用政治操作 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 是要引发媒体去给人关注 嗯 嗯 嗯 但是对我来说 啊当然 咱走正路嘛 嗯 唯一支持 就是提出政策 跟政见的人 嗯嗯嗯嗯 啊如果要引发媒体去关注 或者是那种一时的啦 是 嗯 啊究竟说 嗯 嗯 您跟人自己本身的事情 我们 我是真的不方便评论啦 哦 哦 对 对 那问题这个民调数字 他们自己怎么看 嗯 这就各自解读了 那柯建民柯总招是怎么看他们 柯总招 柯总招 他这是老险家啊 跟老险子走这么久啊 孙伎他看着有啊 那柯总招就是跟阿公 继续拼 滚烈拼 加油啊 我们一定就是要打拼啊 嘿嘿嘿嘿 对啦 这个当然 完全要靠自己啦 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 如果对方搞气宝的话 那 这个选战就比较不好打 应该是说 我所了解 身体企业的企民 嗯嗯 他们对这些事情 很有自己的主张 哦哦哦 对啊你要自己说 去操作气宝 嗯嗯 你也要去看 人有夠 让你倒下去 嗯嗯 这个人让你倒下去 那有一个说 群体效果就是 叫你说 倒上就倒上 人又不是机器 嗯嗯嗯嗯 对不对 啊所以我就说 你哪不好好把政见跟政策 去提出来寻求认同 嗯嗯 那就是去用这个气 这么简单的零更一 那政治的议题 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是 好我们啊 现在访问的是 民进党新竹市长的参选人 啊这个沈蕙宏啊 那这个自由时报啊 最新的民调 那沈蕙宏已经啊 要居第一名啊 29.8 是啊 那么赢过高宏安 2.6个百分点 那这个零更忍者 剩下13%多啊 那另外就是 中华亚太经营交流协会啊 最新的民调啊 啊沈蕙宏30.4也是第一名啊 那高宏安27.3 啊零更忍17.9 换句话说 趋势上你是往上走的 那因为 啊这个 柯P啊 曾经四度挖角沈蕙宏 啊 感觉说他是一个人材 要把邀请他去做交通局的局长 代白区 那可是后来啊 这个演变到竟然 吴子佳说你求官 他爆料说你求官 后来你就告他了嘛 哎 怎么我看到吴子佳又说要告你诬告啊 嗯 这几件事情 哎 嗯 当然在 说他有求证 嗯 前两天 开侦察亭啦 对 讲要官开了侦察亭 那事实上 我也有收到 就是 嗯 传票嘛 那当然那一天因为 呃悬雾工作很繁忙 对 哦 啊咱就拜托律师去嘛 对 啊 就用他说什么 当然侦察不公开 嗯 很重要 结果他出来后 他说他要告我有告 对 那我是跟他说哦 你如果要用司法 这种社会资源浪费啦 啊把司法的程序当儿戏 或是 是因为更不通啦 嗯 那当然这个 还是他有公开性人贵啊 他说他被科匹骗了啊 嗯 嗯 我想哦 我提高是我的权益啦 嗯 他要怎么说 他的说辞 我想也是他的宽容 这一一旦进入到司法程序 两方相争嘛 嗯 这我们基本的法律都知道 一定会传科匹做证人吧 这我们就不了解 他自己到底有谁 他有说啊 他叫科匹也自己说啊 说到时候他就 他可能就必须要当证人啊 那当证人 换句话说 诶 如果 因为他自己有承认说 他被科匹骗了嘛 那换句话说 如果不是五指甲说谎 就是科匹说谎嘛 应该这样说 大家如果你说司法案情 没想要说 都说进入司法程序 已经侦察中了 司法程序不公开 啊现在出来 你走出来 其实有的你就对 监察官和法官说就好了 嗯 因为你现在是要在法律面前 证明你的身边嘛 嗯 证明你没我说的这 你没我搞理这些事情 嗯 你应该是对法官来说 事法判断了 嗯 结果出来 啊现在我就不知道 大家是否有一个政治操作 嗯 还是你又要一些 我真看不到啦 真看不到啦 嗯 所以说 他 那天有人问我 他说要这样说 我当然不会说 像他说的 要怎样 在意 我只是说 我是个被害人 我捍卫我的情法 因为这是人格问题 对啊 你有感觉没有现在一个氛围 哪像有感觉说 欸吴子佳 又让蒋万安也上节目 又让黄珊珊也上节目 感觉上 蓝白一直在搞一个合作 然后就不谈政见 然后就要好像就要 就要赢下新竹市 嗯 像 刚才彭于哥说的嘛 吴子佳是资深媒体人 嗯 他基本的媒体训练 我相信是一定有啦 嗯 我以前也是做过的新闻采访 我也有基本的新闻训练 两方求证嘛 对吧 这 第二个 我想不管是 他所邀请的很多政治工作者 其实都是有经验的人 要上节目要说什么 大家所说的话 自己要扶着 嗯 我是觉得大家都成年人 尤其你是要让民众选得利的 你建议说的话 如果不能负责 也给人选你做你的市长 哦 还是地方得这个地方政府的领导人 对吧 你起码是一个地方首长 你说的话 不要再说心理 大家要小心 因为 选计的过程 很多 很多的事情 很多操作嘛 所以我不要说 同时才能够要考验 叫做政策跟政策 你不要说民众都没听 其实民众很明智 你也是有在看 你每一个时间跟开车 你说你发表政策 没人要看 我每个星期都在发表政策 我也是有人在关注 对吧 以前跟现在正名也是这样 有人在说 你到底提出对什么 提出什么政策 可行不可行 人也在看 最后这纯这四十天 人要看多 不然你都完结完结完结了 又不是小孩子吵架 对吧 相说来相说去是没意思的 另外政策的理念是什么 你也是要说清楚 政策理念 对 现在弘怡哥 我们刚才说的 你到底什么人 叫什么人手牌手 什么人叫什么人手牌 这代表站在座会 就是一个某种程度上 你政策也有一个政党理念 不然你怎么想要合作 是要合作什么 对吧 你合作的话 是你的政治利益 还是全民的利益 好的事情 就像我们说 政策的正确的好的政见 大家不较吵 你的意思是说 民众党跟国民党 虽然理念不同 但是他们为了政治利益 也可以结合在一起 你的意思是这样 我是很多次在新朱市 我有呼吁 真的拜托 高鸿安候选人 民众党 应该真的要跟民众说清楚 请跟你的选民说清楚 你们到底 民众党的理念跟价值是什么 还是只是政治利益都可以摇摆 对不对 这个民众他有决定的权利 投票的是他们 那另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但是我非常相信 心底人很聪明 而且理性 你看两次的民调 未表态的都还不少 他们还在做决定 那如果 这真的是理性的中间选民的话 选民要选的 不是厉害的政治操作 我觉得是具体可行的 城市愿景 所以我也曾经有一个老师 但是他说江山并非智取 不是去用这个 怎么做太饭 太饭 太香 去取得到 是要务实 认真 诚恳 那我看民建党的秘书长 林习耀 他说今年选去冷 那 他说基本盘 他有信心 再来就是 民进党的政绩不错 要把政绩给大家知道 那像林志坚在那边 八年政绩不错 那接下来就希望你能够去接棒 那你我看你有提出一个 一个叫超级城市攻略 那是什么东西 应该是说 一顿的选戚 其实爱情已经去把政策给提出来 过去的八年 我们在身体在做的时候 都是有方法 有步骤 像过去的八年 我们做的是儿童城市和幸福城市 但是面对新的世代 这八年就我们身体 整个体质改善了 因为过去有稍微停顿 其实每个人都很努力 但是你努力的方向也要正确 所以过去的八年 大家打拼中心 并做的是一个 你看得见的城市 其实这地方 还有出现一个事情就是 我们很多地方 我们有一个地方妈妈 新竹妈妈叫做豆豆 她就是喜欢 我们很多这样的育儿的妈妈 带着孩子 然后假日参加一些 我们市政府办的活动 或是各种活动 去到有新的工程 或是我们比如说 儿童艺术节 儿童饮展 或是有什么新的景点 他就去分享 结果他分享出来后 就让人说他是赤裔和王军 哪像他是带任志 跟市長在宣团 结果这段又出现了一个事情 就是高峰的候选人 四个去打卡 结果他打卡 就是他并做敌新竹的脚步 我们的新竹妈妈 写的这些东西 并做政绩 哪像是在台湾宣团 结果 让很多不同的支持者 都送去出征 温喜公第一个 你一定是 脸书本来就是个自媒体 有人要表达什么意见 这是我们台湾 我们统好的言论自由 但言论自由 你不能霸凌别人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将近比心 所以政绩的部分 很多民众 他八年来看到的改变 他也大声说出来 这是你的家乡 我自己在那里说 你自吹自擂 这个改变是在身体 其身外八年的人 他们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发起 就是希望大家 大声把你家里好说出来 我们身体有多好 就是你的家 对 所以你应该是 我们有 大家hashtag 新竹改变大声说 当然有改变是在你的身外 四集有意 不用因为白人说 你子三道四 你就不敢说 甚至上去就讲 你就是为谁宣传怎么样 这是一个自由 我觉得最好的价值 也就是这样 那当然 这八年来 我觉得 纷扰会过去 政绩会留下来 这也是我们的想法 这过程一定要沟通 另外就是 既然过去 我们是一个幸福城市 当然在各种媒体 还有一些评比里面 都不错 甚至也很好 那在我们的公共建设 也获奖无数 这都改变不了的事实 那不过 我们身体还是要进步 不然选一个市长 不是只有 他说两人不能再选 是要还有新的人去接下去 OK 那你有造势大会吗 我的造势大会本来在16 结果台风 东北季风跟台风外围 也环流的影响 我们的刚才去一直到6点 还在我的团队6点 就去造势现场 结果风大雨大 我们就卫了决定 就停止 就告诉支持者不要来 我们的刚出销 结果网路上现在就说 我十五个月落后 我们的儿童 我们的亲职场 我们有做 选举正面 我们做亲职场 叫魔法小红浩 让孩子可以看 佛卡的那个 马戏团的表演 结果也是因为落后 我就出销 他说我连刷出销两张 是因为我的人不够 我的气色不够 我说很坦白说 你若是有孩子的人 你若有小孩 你就知道 方向带孩子去看这些表演 你让孩子感冒 你感冒的感冒 我不感冒 对吗 你为了自己 这张扮了 扮了而已 哪有什么意义 所以那张扮一扮 我就出销掉 16那天 我们看到的风 风台风 风台风 风台风是一尊一尊的 对对对 尤其身体风又吹 一吹又越冷 在那两三点钟 鞋子会沾 没得沾 再来 我们所有的事情 你阴心 让他在那里 什么风雨生生生生 拜托 你让他平平安 不太好 我八年以来 心心念念的 就是要让大家平安 可以不要在那里 不要在那里 风雨中 我们要何必做到这么美情 所以我们就决定出销 因为出销的决定 你知道大厅 出销的决定是越困难 我心肝头 他们选择都处理了 当然 我不敢 我做一个市政 不然那天也不要让他 不肯 穿佛衣也很辛苦 我就一个心肝头不敢 我自己有北部 我自己有其他 我们可以不用出门 所以这肇事大会 敢有要补办 不 要补办 所以这应该 我们现在在看时间 确定了 还不确定 要再看时间 应该在月底 尽情的班 这个时间应该 可能在十月底 如果时间OK 就会随着跟大家说 因为本来 16这期是 小英跟賴夫都会来 对 没关系 他们也是以救灾为念 这件红胎 是有造成灾情 对对对 我们看到也是不敢 以前你看车 人家生命 人民 无非就是生命安全 财产保全 结果你去针到这些 新竹市会办辩论吗 现在我知道是 选委会应该是有 政権的发表 我也有跟大家说 不然我们来做一些 意见交流 因为像交通的部分 对 我们交给我们候选人 一百七十几 我是一二三四五 嗯哼 交通我是一二三四五 他是用一百七十几 嗯 我也说不然来交流 因为交 交委员他也住来后 对 对 我们来后的交通 我相信他比我更清楚 当然 所以你希望还没辩论 当然 因为 他有答应吗 他没回应 是喔 是啊 林庚人 林庚人也没回应 大家 来聊一聊也蛮好的 欸 不错啊 对啊 三例可以办啊 可以啊 我们也很欢迎啊 哈哈 三例可以办辩论 对啊 因为十一月五号就是 呃 陈时中 蒋万安跟 黄珊珊啊 要再三例啊 对对 我有看到这些消息啦 对对对对 我跟我现在是不错啊 因为 你有三名五 那你要不要当场跟高文安 跟林庚人下站帖 嗯 我们欢迎针对市政的愿景 沈慧宏愿意 你跟他说时间让他挑嘛 议题让他挑啊 我很愿意邀请我们的高文安候选人 林庚人候选人 那一起来公开的讨论 那当然就 我当然OK 时间让大家决定 那议题没有问题 也让大家决定 那我不管我这二十周 十三周来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议题 呃 我们都是非常清楚 让大家来检视 对 欢迎继续收听部队转世改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邀请到 民进党新竹市长的参选人 沈慧宏 那这个自由时报最新的民调 那么沈慧宏领先高宏安是2.6个百分点 当然自由时报有一点点机构效应 另外一个就是说 2.6个百分点当然也还在误差范围内 3% 所以换句话说 沈慧宏跟高宏安应该是几乎是打平了 那这个林庚仁现在都第三名 距离还蛮远的 所以我想 这个沈慧宏的民调有往上走的趋势 是 因为中海亚太精英交流协会所做的沈慧宏也是第一名 30.4 那么高宏安27.3 你领先3个百分点 好 那这个林庚仁17.9 那我想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高宏安在历经他涉嫌抄袭支撤会的报告高达9成 那他之后的这个对外的反应的表现 你对他有什么评价 嗯 其实喔 高宏安委员喔 嗯 我刚才面对关键问题的时候 习惯逃避 他也不会针对问题回答 嗯 那当然这个 其实支撤会这件事情 当然他说他用了很多的方法去证明他的清白 他认为别人都不针对 他认为他已经努力说明了 可是其实有一些关键问题 嗯 我是觉得 其实公开说明以及媒体提问 甚至要自己开记者会 都是给他睡眠的机会 嗯嗯嗯嗯 因为你让人说了没什么 就很多事情叫做操作空间 是 啊当然 嗯嗯 来行的看门道啦 嗯嗯 所有 大家也不是看着媒体报道 嗯嗯 因为像我们做公布英文 如果每行事情相信媒体报道 嗯 我们就会失真 是 譬如说我们很多事情也有说 啊媒体这样我们也是要 嗯 跟你说明 嗯嗯嗯 一定要正反两面俱成 这是媒体平衡报道的精神 嗯嗯 那有疑问媒体自然想要帮 乐听者来问这件事情 嗯嗯 所以譬如说包含 究竟为什么在一般人的尝试里面 嗯嗯嗯 论文上传了其实是不能再修改的 嗯嗯嗯嗯 那为什么可以修改 我觉得这都可以讲得很清楚 嗯嗯嗯 对因为当事人最清楚 嗯嗯嗯嗯嗯 对所以我想后面啦 嗯嗯 就算最后面真相大白 嗯嗯嗯 对其实对他来说 也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考验 嗯嗯 我我我会建议其实 应该是说清楚讲明白比较好 不要习惯性的逃避 或者是切割 嗯嗯 其实这个我觉得 人爱做很久的啦 嗯嗯嗯 选举结束之后 尤其呃 最后大家到什么样的位置 嗯嗯嗯 这些事情其实都要被检验的 还是要继续被检验的 嗯 其实啊以前啊 啊这个统派媒体 或者是蓝军媒体 打林志堅的论文事件 打得非常厉害 好 那不过呢 经过蔡壁如 经过高红安 经过许淑华 经过很多人的论文事件后 这个啊 呃 林志堅事件的啊 影响 现在 是不是啊 已经 这个 这个 消弭于无形 或者是说 大幅的缩效 嗯 应该是这样说 林志堅市长这八年来 第一 我当时来身体 我根本没实施 嗯 啊就是单纯 并做说 我是他的高同处长 他感到我是可以 教育公事的 对 这八年来 我也是公事 为优先 所以我相信这八年来 身体人 看到是 林志堅有做政绩 嗯 他也有做工作 对 很多事情 以市民为念 嗯 这是他认为一个 做市政应该 有的基本条件 嗯 至于说 他现在论文的事件 他也自己去寻求 他的行政救济 对对 他提出宿愿 这都是管理 对对 所以 对我来说 当然 今天他在自由私房里面 有很大的一条 叫做 当初到林志堅 没一半 差不多五成 对啊 我感觉 没想要到沈慧红 这样来说 林志堅是林志堅 沈慧红是沈慧红 嗯 虽然我是第一个手头 要做过 我们做这个副市政 过去的八年 不过他未来 你选掉沈慧红做市政 他叫做沈慧红 嗯 所以当然 我还要更打拼 嗯 你认同林志堅的政绩 当然沈慧红 过去有参与到 这就是你一个 基本性的 对对 你没实在我的人 有一个基本性的 嗯 我还要争取你 存的基本性的 他还更加性的 就沈慧红要去清除 所以我就提出政见 嗯嗯嗯嗯 我就请跑基层 让大家更熟悉 所以 算起来 说起来 他会选择 选择人的 叫做沈慧红 嗯嗯嗯嗯 所以 我这个也是 选我一个方向 不能靠人帝人 对 那林志堅市长 现在有到处在帮你 啊 啊 浮悬吗 当然啊 因为对他来说 身体是他的家乡 对 他也希望 大家可以选一个 中身体 可以继续持下去 因为不能再回头了 对 你如果再停两天 一来一往之间 一阴就有够了 嗯嗯嗯嗯嗯 你一个市长 一阴四年 嗯嗯嗯 让你熟悉两年 对 还一年可能做些什么 又要准备了 嗯嗯嗯嗯嗯 嗯嗯嗯 你可以让一个人 可以更转心 用更多的时间 去见识甚至 这样不是对大家更有利 我有看你拿到 超级城市的六大愿景 是 这是什么东西 我当时 因为我们第一个就是一个 幸福城市 过去被当一个光荣感 零之间的幸福城市 对啊 再来我们希望身体会更好 因为 在这件的疫情里面 跟全世界的经济 跟科技发展里面 我们就发现 富国神山在身体 对 我们这个半导体 和科技业 在我们的足科 很多人注目 那产职业 年年都很好 但是对他们来说 除了足科这些 三县以外 我们在这些生活 可以更好吗 所以我就提出超级城市 对 这里面有一个叫做 先进轨道 因为它现在 为什么叫超级城市 对 我们希望可以超级移居 这些城市要再留下 嗯 要再可以 除了幸福 又更超级幸福 嗯嗯嗯嗯 对 统主要是 我们的新地 中型这个城市 一直没有用轨道运输 以外 过去20年 做三十 几个月头的 规划报告 都没有备合可 对 这件已经送到交通报 等待核定 哦 已经是最接近轻轨 也当实现的一次 嗯 所以未来 新竹如果你当选 会有 可能会有 轻轨捷运 会 这个都是为了交通 一二三四五 嗯 那我们的超级城市 这轻轨捷运要到处多少 嗯 第一条红线 就可能要到处 三百亿周围 三百亿 对 差不多 这个缩帽 当然要再精算 那我们的超级城市 其实有六大愿景 第一就是 我们的先进轨道 嗯 科技首都 啊 我们身体既成里面 不可以让它没落 那么要再起 对 移居城市 啊 再来就是我们的 长辈小孩子的照顾 跟肾脏者的照顾 幸福要加倍 那可 那另外就是未来教育 啊 那可以有更细的东西吗 有 那我在 事实上在十五号的时候 有发布了一个 超级城市的政策愿景 嗯 的发表会 那里面除了黄申远老师 田中央的建筑师 黄申远老师 帮我做一个营严以外 嗯 其他就是全部 我在公正做给大家听 嗯 那我现在估一个 就是先进轨道的部分 嗯 我们就是在交通政策 做一个12345 对 一就是 要再一个短点还不好 嗯 我们当初共同三做好了 要再一个短点 就是新的市的 外环道路 要再一个短点 哦 为兵三买去到科学园区的 叫克雅大道向东延伸 嗯 这就是让兵三和科学园区 连接又比较便利一点 这叫一 一 这个一有多长 这个他没有长 但是已经当时就是 公道山和克雅大道 嗯 两个在做的时候 两个都得到抗 都有抗争 哦 哦 结果我们当时就说 不要开两个战争 先将公道山 公道山 公道山接下来 一五百公斤接不好 这个克雅大道 这个就比较短了 OK 这公道山 其实停摆了三十年 没有人有办法完成 是沈慧宏去把它完成的 嗯 有的 通常是我们有很优秀的团队 我们很多公布园区 其实有人搭在做 他们就愿意做 二就是两条轻轨 嗯 就有红线 红线是旧城区青椒大 跟科学园区 嗯 跟我们的新装车站去那里 其实我也了解 很多人对我们身体 不太熟悉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的 沈慧宏的脸书专业 到时都会上线 可以看到 第二条叫做绿线 绿线就是我们的科技人带 会为新装车站 去 其实我之前就是 公道有中油的油口 千条台部的土地 我们还要从族客的厂商 需要的土地 再早一点来 嗯 再来就近规旧城区 跟红线会相接 对 再来 要去南梁 这条可以减观光 还减我们TOD 大众运输的导向的发展 当然要顾生态 三 三就是三座桥梁 因为我们身体观企机间 往来就本来很密切 这条也在说大新竹合并 同早上提出本来就是我们 我们也是大新竹合并 一定就继续会说下去 还有大新竹合作都会做 所以这个桥梁 现在就是希望会做 那三座桥梁 其中有一座很重要 为我们的竹光路 我们的公道山 烫到武林断头桥 那也是很多人 孩子时代就返在那里 现在会由直播过去 这个案件是身体观在做 我们也有出钱 让身体观做 我们就向上来帮忙 这是一定要推 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以前在台北市 被林治坚挖角来 那你以前对身体 应该不太了解吧 我在公路总共有做妮娃 其实做妮娃 我是做公共运输补助 我做公共运输补助 当时身体的转运站 公车路线和补贴 你都了解 我都有插到 我当初是核定钱给他的 不然是我去指使 我问的就是 因为我听你说身体 我说实话 我不是身体的人 我没什么了解 但是我看你这样 朗朗散口 你朗朗散口 就是像高峰安 有了解身体 他最近一张 他自己的民众党候选人的名 都hashtack不对 对 对 他没那一张 他说什么 他跟他的第二个跟第三个人 就 什么是什么 譬如说 他应该是郑红怡 他跟他说郑怡红 高峰安学长高安红 他是另外一个 辣赛团的他当区的候选人 他民众党提名的 他是主委 又是母亲 对 结果联署的hashtag 就跟他说不对 跟白人赏不对 对 跟候选人真好名不不对 所以说 连自己的候选人 他都搞错了就对了 还有你一张是上任的 他也跟hashtag去 都没有很赢你一张 还没有搞清楚 我也不知道 他是 可能又说小编不对 因为我会记得 你说 柯文哲挖角你的时候 他有问你 你对高峰安的看法 你跟他说不适合 因为他不了解 因为当年2021年 2021年1月3日那件事 就是丁卓尔寺佳 他在董事长开讲 那件事 他说他要了解 新的市场的选情 对 当时我们就 因为是 我也有说过 因为我们 林志剑市长的联署 跟我们的 都有还原 他当时就是说 想要了解 新的市场 因为他叫 黄珊珊卡电话给我 对 说要找我去 去 去市政府 聊一聊 那不知道要做什么 当时你是副市长 我是 我是副市 对 新竹市副市长 对 他要跟你挖角 应该是 想要探寻 新竹市选情 对 当然是 他问我 身体是 他的选情如何 他就说到 高峰安 我告诉你 高峰安 对身体是 没实施 没实施 没耕耘 没耕耘 没适合 对 因为那也是 老实说 你对地方没实施 没了解 你要做市长 你总不能说 动算医疗 跟从头学起 这些实习生的概念 应该没适合 但是他好像很早 就要给高峰安全 看起来 才这样说 他都不知道 是不是在东西 就在意念 我也不是他 我没了解 但是他有 问起这件事 对 那柯文哲是身体人 对 他爸爸妈妈 现在又在身体 他在那边到底 在地有 有多少这种事例 我没有在特别问 人对他的行动是怎样 但是我可以说一件 我的感想 当然 柯文哲 他提名黄珊珊 的时候 黄珊珊做副市长 立即上手 对吧 对 不用再实施 他自己做市长也实施 对吧 我就想 这不是说我吗 我在身体八重 我对身体同熟悉 我也立即上手 捲起袖子就说是 不用再实施两年 所以我也希望 身体企业市民 你的幸福不要再实施 直接可以做的 你就让他去做 那些人就叫做沈慧宏 所以不能因为 他这样双标吧 是 沈慧宏 对新竹市实在是太了解了 这样子 OK 我们今天 访问的是 民进党新竹市长的参选人 沈慧宏 他的民调 正在一步一步的往上走 那现在看民调 已经是药居第一名了 那希望你继续加油 是 一定加油 好 那这个我们今天就进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